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父克母 可父克子的鬼话 一直以来 我都在等你说 你要嫁给我 我是开玩笑的 你不要当真 我当真 红剑 我喜欢你已经好久了 像你这么好的女人 应该得到最好最完整的爱 我虽然没有严羽阳长的体面 也没有她有钱 可是我的爱绝对会比她专一 如果 你愿意答应嫁给我 我会用尽我所有的力量来保护你 哪怕是要牺牲我 我都不在乎 你不要讲得跟真的一样 我现在开不起这种玩笑 红剑 我是认真的 你喝醉了 不 我没有喝醉 红剑 嫁给我吧 你出口 我求你不要再给我添乱了 你是觉得我心里还不够苦是吗 我求你 你不 红剑 红剑 我们没有钱了 你答应我 答应我不要把钱拿走好不好 孟玄 我不要 我不要请医生 不要 孟玄 孟玄 阿达 你好好睡吧 等明天 你一觉醒来 我就给你送上 热腾腾的肉包子当早餐 你说好不好 我不要让你挨饿 不要跟我请医生 我们没钱了 明天 孟玄 明天 我就会有钱 给你请医生看病了 孟玄 孟玄 你怎么又穿成这样 你是不是要去酒吧 去酒吧赚钱 为了给我请医生啊 我没有 我只是在家里闷得慌 我想出去玩玩 你撒谎 你撒谎 孟玄 孟玄 我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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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为了我 再去那个鬼地方 被他们操杂了 我求求你了 孟玄 什么叫让人找他 去那种地方 又钱赚 又能让自己开心 有什么不好 不好 孟玄 不好 不好 真的 那个地方一点也不好 我求求你 不要去了 孟玄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我死不了的 孟玄 我真的死不了的 你不要给我请医生 我求求你了 孟玄 阿达 孟玄 你是不是不去了 孟玄 我 你是不是不去了 孟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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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达 阿达 孟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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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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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我 放不下来 放开 放开 来 来 不好意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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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孟璇 孟璇 你 孟璇 孟璇 你放开我 孟璇 谁是你的孟璇 你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看清楚了 你的孟璇 会化这样的妆 会穿这样的衣服吗 不管你是什么样 我都不在乎 我只知道你是孟璇 你就是我一直深爱的那个女孩 爱孟璇 我不是 我不是 你的孟璇不会来这种地方 你就当我一直在骗你好了 现在你看到我的真面目了 你满意了吧 孟璇你站住 你变成什么样子 我不在乎 在我心里 你永远都是当初那个善良纯真的女孩 你骗人 连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了 你怎么可能不在乎呢 你看清楚了 我是舞女 我是一个下坐的上不了台面的舞女 像我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配得上定式酒夜的大少爷呢 在你认识我的时候 你知道我是丁家大少爷吗 你不知道 你只知道我是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 但你没有嫌弃我 你关心我 照顾我 你鼓励我 像你这么好的女孩 居然说你配不上我 那我这辈子找谁和我携手共度一生呢 那不一样 如果你当初就告诉我你是丁氏酒夜的大少爷 我就不会跟你 我不是丁家大少爷 我以前不是 现在不是 以后永远都不是了 为了你 我已经跟我们家闹僵了 我现在什么都不要了 我出来了 你这个傻瓜 我不值得你为我做这些 我不值得 不 你值得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你把你所有的真心全都给了我 对于这样的你 我只有珍惜和感激 那个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 你才是我这一生最值得珍惜的女人 我要和你一直到老 你一辈子不离不弃 孟璇 孟璇我爱你 你不要抛弃我好吗 孟璇 孟璇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伤害你的 我只是觉得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我知道 我知道 没事了 没事了 不 不会没事的 孟璇 我 我除了做巫女 我还做过很多荒唐糟糕的事情 我 每个人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每个人都有不想被揭开的伤疤 孟璇 不管你以前做过什么事 我不在乎 我也不想去问 我现在只想跟你在一起 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以前那些事就让它过去吧 别再提了 好吗 你对我这么好 这么宽容 我应该做些什么 来回报你对我的爱呢 就像你以前恋爱我 我就满足了 忠心 谢谢 谢谢你的爱 谢谢你给我重生的勇气 谢谢你 不 不要说谢谢 答应我 以后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 都不准离开我 记住 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 我会一直伴在你身边 我们一起去承担 一起去面对 好 我答应你 从今以后 我不再拒绝你的爱 我要跟你一起面对挑战 我 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 而努力 冯先生 我们都已经查清楚了 余生堂确实是孤儿院 平时都由济马马来维持 女儿红的老板 向阳红也是在余生堂长大的 至今他们的关系都很密切 这么大一家孤儿院 老太婆更是没有任何收入 光是靠向阳红每个月的薪水开支 绝对是维持不下去的 这后台老板很显然跟向阳红的关系密切 进来 冯先生 您找我 请坐 今天找你来 是想 这样吧 有件事我想先问你 您说吧 冯先生 你是公司的元老 在公司这么多年来 一向是尽职尽责 所以老夫人才这么赏识你 否则也不会让你管账 一管就管了这么多年 是是 我只是尽我本分而已 很好 尽自己的本分 那是应该的 那你告诉我 有些事是不是不在本分之内 冯先生 您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 您怀疑我 我再问你 严羽阳最近这段时间里 是不是不太过我公司的事啊 您这一说 好像还真是 冯先生 您怎么突然问这个 严羽阳是不是在外面有自己的事业 而且每个月固定要往里面投不少的钱 冯先生 这我真的不太清楚啊 亏丁家那么信任 contemporary 川普丰羽阳是不领工资的 那他每个月的开支从哪里来的 你该不会告诉我 是你们两个人把他给私分了吧 没有啊 冯先生 我真的属妖妄的 确实没有这回事啊 那好啊 你就跟我说实话 这里面没有别人 只要你说实话 我相信没有人会为难你的 是 是 严总他 的确每个月有一笔 不晓得开支 而且 而且他 可以的吩咐我 不要辱诈 严 严总都这么说了 我一个下人 也不好多问他 这么说 他那笔钱到底花在哪里 你真的不知道 是啊 冯先生 他这么做 已经有多久了 大概 有二十年了吧 天底良心 冯先生 我真的不知道 够了 我 没事了 你先回去吧 谢谢 谢谢冯先生 雨洋啊 你真的想清楚了 我已经想清楚了 这也是我最后一步了 趁明天所有人都在 我当着大家把话说清楚 要不然这个事情 不知何年何月才会有结果 可是 你要是真的在老夫人和老爷面前说这些话 那你就走定了 你又不是不清楚老夫人的脾气 我走了 还有你 这就是我今天找你的原因 只要你在 丁氏九夜就不会垮 华月娜 这些年你对丁氏九夜的发展 有你自己的见解 只不过因为我在 你不好说罢了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不用被这么打的担子嘛 你的能力我很清楚 只不过当初老夫人的安排 我们谁也不好违抗 本来我打算 在离开之前 把重信栽培好 可是这个孩子 怀恩啊 现在除了你 再没有更好的人选 你倒帮我也好 帮丁家也好 答应我 我离开之后 把丁氏九夜撑起来 这 可是 这担子也未免太重了些 其实你也一直怕你就有今天 怎么今天来了 你反而犹豫了 玉雅 你真的不会后悔吗 既然你这么想离开 那我就彻底的推你一把 你说什么 玉雅在丁家 处境很危险 是啊 老夫人知道你跟玉雅的事情之后 她狠狠地教训了玉雅一顿 而且她说 如果玉雅不给以白一个合理的交代 她是绝对不会放玉雅自由的 那她现在怎么样 是不是被丁家给软禁了 不过玉雅呢 还是很担心你的安危 她怕丁家的人跑到这里来找你麻烦 可是她这会儿 并没有办法出来 她就特地要我们来转告你一声 希望你赶快离开这家酒馆 出去避避风头 她都自身难保了 却还想着我 不行 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她 她会落到这个下场 都是因为我 我要去丁家把她救出来 红姐 你不能去啊 丁家上下都怨恨你 你要去的话等于自投罗网 万一他们要是对你 我不怕 玉雅现在正在为我受苦 我能措施不管吗 为了玉雅 就算丁家是刀山火海 我也一定要去 红姐 不可以这样的 不要去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不用再争了 如果你真想救出玉雅的话 那我告诉你 明天上午十点 丁家有一个聚会 你或许可以趁这个机会 救出玉雅啊 我想丁家的人都是很要面子的 我相信他们不至于 在众人面前为难你和玉雅的 好了 我话说完了 我先走了 红姐 明天我跟你一起去吧 不用了 你帮不了我的 这关系到我跟雨洋下半辈子的幸福 我必须自己去面对 都快点啊 秀妈 小姐 把花放那里吧 好 这餐具擦得不够亮 全部拿回去重擦 是 姑爷 姑爷 为什么总是为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大费周章呢 你怎么能说是毫无意义呢 这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啊 我们的婚姻还值得纪念吗 有下人在 请你别让我在他们面前难看 熊妈 姑爷 带他们出去 是 走走走 都出去 我们现在可以把话说清楚了吧 你要说什么快说吧 一会儿 我还约了陈师傅来家里试衣服 我们的婚姻已经毫无意义了 你不要把我硬留在你身边 没有用的 要是想用外界的压力来束缚我 结果 只会让你更失望 更难看 羽阳 你不在乎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算了 你为什么还要说这些话刺激我 我还病着 你就不能够让着我一点吗 你的病好了 我请问你 这两天 你还起来梦游过吗 我怎么会知道呢 我告诉你你没有 因为你已经知道了事实的真相 你心里面不再害怕 所以你的病就好了 你不是医生 你不能够断定我的病情 我不是医生 可是我请教过医生 是医生告诉我的 一派 你不要再逃避了 现在最好的处理方法 就是我们冷静下来 把所有话都说出来 我不会放你走的 我绝不 你离开我的借口 除了那个女人之外 还有我不爱你 你错了 你从来都不了解 我是爱你的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多爱你 离开了你 我没有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雨阳 我为了你 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什么坏毛病都肯改 我只求你 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相信 我相信你会发现我的好 你一定会愿意再回到我的身边 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我要颜与羊 每回只要挨进你的身子 你就会想起我 我 一白 所有的痛苦 今天就会结束了 从今以后 我绝不会让你再为他掉一滴眼泪 怎么了 忠信 你认为我真的适合去你家吗 万一你爸妈他 别怕 有我呢 就算我真的顶不住 还有外公外婆呢 他们一定会帮我们的 万一你外公外婆也不喜欢我呢 就算所有人都不接纳你 都不认同你 我还是会爱着你 因为我这辈子注定要输给你 来 把手给我 来 把手给我 不认识 不认识 那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华元叔 从小看我长大的 就像我的亲叔叔一样 嗯 亲叔叔 难道他早就知道我跟忠信的关系 所以那天才会出手救我 不对 不可能那么强 华元叔 宴会都要开始了 你怎么出来了呢 哦 我本来想跟你 算了 今天先不说了 今天是你爸妈的结婚纪念日 我也不想多嘴扫了你的心 快带你的女朋友进屋去吧 华元叔 怎么说话吐吐吐吐的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 那好吧 中心 有一句话我想问你 如果有一天你爸妈离婚了 你会站在谁的一边 华元叔 好端端的你问我这个问题干嘛 难道他又欺负我妈了 刚才我无意间又发现你爸妈 再吵架 他又惹你妈生气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我肯定会支持我妈的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啊 中心啊 可是华元叔认为你错了 如果你要帮你妈的话 你应该要让他下定决心 离开你爸爸 这才是真正的帮他 华元叔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中心 如果你只是一味的顺从 支持你妈妈的决定 那不是绑他而是害了他 你爸昨天晚上找我长谈了好一会儿 他告诉我 他已经决定要离开丁家 而且无论 你跟你妈再怎么求他 他都不可能再回心转意了 他真的这么说 不但如此 他甚至还把他最在意的丁氏酒夜都交托给我了 你觉得他现在还会回头吗 原来为了那个女人 他居然连自己的事业都不要了 我不允许他这样伤我妈 都这个节骨眼了 你不允许又能怎么样呢 中心 你爸妈的问题不是我们能够干预的 这事越拖下去啊 对你妈造成的伤害就越深啊 我就是不想让我妈受到伤害 所以你仔细地想想 你妈妈的病是怎么来的 她就是老跟自己过不去啊 为了维护丁家的面子 总是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面给闷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要帮助他 让他真正把这件事情给放下来 他才能彻底好起来 才能够过回属于他自己的快乐人生嘛 可如果我要真的支持他们离婚 我妈会不会认为连我都不站在他那一边 他 他会不会做出什么 放心吧 有桓叔在呢 还有你外公外婆 我们都会帮着他一块度过的 说的也是 但是长途不如短痛 他没必要为了丁家的面子而为难自己 这样苦了别人也苦了自己 他应该走出来 好吧 周先生 赶快带着你的女朋友进屋去吧 记着 千万别跟你妈提起任何事情啊 至少我们得帮助他度过 今天这个还属于他的纪念日嘛 快进屋去吧 好 那我们先进去了 她居然会是中信的女朋友 小姐 蛋糕好了 要不要看一眼啊 妈 你看我给你带谁来了 你怎么能把他带回来呢 妈 我跟孟璇是真心相爱的 我希望你能支持我们 中信 我的中信回来了 好像瘦了一点 没有 来 外婆外公 我给你们介绍 这就是我的女朋友 爱孟璇 你们好 挺好一个姑娘 那 宇阳飞地说她是 外婆 你别听别人瞎说 孟璇可是省城高校的毕业生 家世清白 她父亲还是做生意的人 听说生意做得还挺大 是这样啊 我说嘛 我们中信呢 眼光就是错不了 中信 外婆支持你啊 谢谢外婆 好了 取招待孟璇姑娘吧 好 快去吧 我带你看看我们家 走 奇怪了 怎么一个客人都没到呢 是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不知道呀 请柬我都提前递过了 熊猫 你再到大门外头去看看吧 是 我马上去 怎么搞的 丁家请客 居然客人会迟到 他们都不会来了 我已经打电话告诉他们了 宴会取消了 取消 丁云阳 你现在是越来越有本事了 什么事情都敢自己做主啊 这些年我在丁家 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是让我做主的 因为我不想有人受伤害 所以我处处忍让 但我发现 因为我的忍让 反而让更多的人受伤害 包括我自己 所以今天 我趁大家都在 我必须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 不要说 不要再今天说 我求你 一白 我必须说 我不想再折磨你了 你这就是在折磨我 宇阳 难道你连我这一点小小的愿望 你都不能够满足我吗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愿望吗 你不要再欺骗你自己了 再将下去所有人都会痛苦 我求你了 我求你不要说 我还没有准备好 我求你 一白 你别求他 听他说 妈 这是我跟宇阳之间的事情 你不要再插手了好不好 你这是什么话呀 这儿姓丁 我是你妈 只要你妈还有一口气 这丁家就该我管 说吧 我洗耳恭听 我决定了 我要跟一白离婚 妈 妈 你怎么能说得出口 今天是你们俩的结婚纪念日 你怎么忍心说得出口呢 你这不是在垂涎羞辱我妈吗 宇阳 我看出来了 最近你和一白之间 为了一些事情闹得不开心 可也不至于闹离婚呢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爸 对不起 我跟一白的婚姻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出现问题了 你住口 你不要说了 你根本就不爱那个女人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故意气妈妈 你说 你跟他们说 没有这个女人 我们的婚姻没有问题 你说 一白 你说 一白 什么女人 宇阳 你在外面有女人了 没有 没有 宇阳没有女人 没有 宇阳你不要提我说话了 我在外面是有个女人 我对不起 宇阳 对不起 你一白 燕羽阳 你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在丁家 你没有任何资格做决定 我已经说了 我在丁家从来没有做过决定 但今天 我必须要为我自己做决定 我现在告诉大家 我要离开丁家 好 你尽管离开 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 只要你踏出丁家这个大门 丁氏九叶总经理的位置 就不会再是你的了 我既然决定了离开丁家 我也不会在乎总经理的位置 可是我欠丁家的恩情 这些年 我在丁氏九叶尽心尽力 我不敢说已经还清 但至少我尽力了 至于一白 我会尽快找个律师 写一份离婚协议书 签字离婚 对不起 杨湖姑娘 你可来了 雨洋就在屋里 赶紧进去吧 谢谢啊 等了这么久 好戏终于要开始了 站住 燕雨洋 这几十年来 我们丁家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吗 如果没有丁家 你燕雨洋能有今天吗 雨洋 我真不明白 以白她哪点不好 她哪点配不上你了 你为什么非要在外边 以白是个很好的女人 任何男人娶了她 都会幸福快乐 只可惜 我没有这个福分 你不要再提自己找借口了 你去以白不幸福吗 你背着以白在外面找女人伤害她 你还算是人吗 你这个畜生 你们不能打她 杨红 你怎么来了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你抢走了我妈的丈夫 居然还敢躺而皇之地走进我们家 今天如果我不来 她肯定会被你们折磨死的 你给我住口 这还拢不到你说话 我别要说 我要把她这十几年所受的痛苦 统统说出来 她在你们丁家一点都不快乐 她委屈求全 她处处为你们着想 你们有谁替她想过 我们丁家没有亏待过她 使她自己不知足 她不是一个不知足的人 她是一个心地善良 为恩后职的人 她为了要还你们丁家的恩 永远把自己摆在最后 就算是自己苦了累了 她全都自己一个人扛 你们有谁知道她心里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她需要什么 要你来说吗 你给我看看清楚 她 只有她才是颜与阳明媚正娶的妻子 你这个没名为分的小狐狸精 你有什么资格替她抱不平 你不配 妈 你对我不满冲着我来就好了 你别羞辱她 你还有脸叫我一声吗 你要是懂规矩 就不会在外面乱搞胡来 叫我冲着你来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把什么都揽在自己身上 就以为这个小狐狸精没事了 我告诉你 颜与阳 你们要是敢和我们丁家挑衅 就别怪我不客气 你们说够了没有 要说够了 该走的就走 该留下的就留下了 妈 雨洋 离婚是件大事 你可不能这么糊涂啊 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对不起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父亲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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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虹 你先告诉我 是谁让你到丁家去的 不是你托人通知我去的吗 我没有啊 是谁通知你的 就是跟你一起长大的兄弟 冯先生啊 冯怀恩 对 他跑到女儿红告诉我 你被丁家的人软禁 所以我才会去的 他怎么会这么做 难道这一刻他都等不了吗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没什么 反正今天这一闹 全部人都撕破脸了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事情才会变成这样 这怎么能怪你呢 这一天早晚要来 这一关也早晚要过 我总不能让你 等到头发的白了 那你现在 打算怎么办 我先送你回去 然后 我去见我娘 这件事情 我不想瞒她 娘 娘 娘 别叫我娘 妈 你也别叫我妈 我可敢当不起 反正你现在有出息了 不把我这个岳母放在眼里 不知道 你亲娘的话 你听是不听呢 娘 请你不要插手这件事好吗 你给我跪下 你听见没有 从小 从小 我是怎么教你的 做人要懂得知恩图报 当年 我们家被人家逼债 你爹两条腿一伸 就抛下我们母子俩 幸亏丁家出面 帮着料理你父亲的后事 还帮我们还清了债 要不然 我们母子俩能活到今天吗 要不是丁夫人出面 再陪你长大成人 还把自己唯一的女儿 嫁给了你 你严宇阳 能有今天吗 宇阳啊 你何德何能啊 你拥有这么大的福分 也不知道珍惜 还要抛弃乙白 背叛丁家的情谊 你让我这个做娘的 怎么有脸活在这世上 你现在马上给我 向丁夫人赔罪 然后赶紧回去 向乙白道歉 娘 要赔罪可以 要花一辈子时间 报答丁家的恩情也可以 可是感情和恩情不一样 我不能因为恩情 而放弃我自己的爱情 报答会 上好 太疯了 知道 bye 你憔悴 小楼有起风 对应就尊恐 多情敌人而恙 为何流连红尘中 但见桃花飞 五彩下雪满天 管他今花岁 愿许花满人间 若将爱恨情 愁全都化成烟 何必苦苦纠缠一世的沉游 其实我相随 相知故言苦比爱相随 其实我相飞 浩瀚天空也问我是谁 其实我相飞 近来穿越时空的交汇 其实我相飞 乘在最后夕阳的迂回 其实我相飞 相知故言苦比爱相随 其实我相飞 浩瀚天空也问我是谁 其实我相飞 近来穿越时空的交汇 其实我相飞 近来穿越时空的交汇 其实我相飞 近来穿越时空的交汇 我相飞 近来穿越时空的交汇